難得來東京,還能退稅 當然要買回家 嘿大家好,我是阿軒 不好意思拖更了這麼久 前陣子有去日本五天 這也是我第一次拍Vlog 想說既然都要拍了 那就乾脆拍個連線代購的過程 讓各位看一下 這次前兩天,我是住在池袋 後兩天住品川 所以五天下來,拍了蠻多的素材 未來也會慢慢的放上來 連線代購一般我習慣的做法是 前兩天先到各品牌的店去看 還有些什麼東西 寄下來之後,回飯店再慢慢的發文 統一接單之後,再一次性的跑店買貨 這樣才不會讓第一時間沒有看到的人錯過 不過似乎是很久沒有去了 所以大家得知我要去連線時 我都還沒有PO文 就很主動的私訊我說要什麼東西 真的很謝謝你們 讓我審視了不少 這部影片內容是走一個比較真實性的拍法 拍最後兩天跑店買貨的過程 雖然清理天有先跑一些了 但是因為剛好卡到了其他的主題 所以之後也會出現在其他的影片當中 那我們不配話啦 直接來看最後兩天的連線過程囉 GO!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元素 因為這次是住品川 那品川來這邊 最快的地鐵就是坐JR 不過JR的話 就只能到明治神宮前 若是之前在池袋的話 可以直接到表山道 然後剛出來的時候 原本想說先去Softnet 然後大家又走錯方向 我們現在就直接先去Beple元素店囉 想說既然都來到這裡了 我們先去看一下Human Made的元素店 Jodon開的Majimaji也在這裡 一上來二樓 就會聞到滿滿的奶茶味 我們Jodon所開的Majimaji 我們Jodon所開的Majimaji 前方這邊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排隊 他們就是在排Goros 全世界的Goros 就只有東京這一家而已 所以可想而知 它入手難度是非常的高 哇塞這個窯標 超大 一格的 然後這個龜殼扣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軽耶 是鏡頭的 手錶都被我買完了 我身後這就是東京的Palace專賣店 OWC啊 音樂 雖然東京的餐廳定價比較高 但是如果只買T-Shirt 自己來日本玩 帶回去 也還是很划算 整天都還沒有吃東西 我們就只能先到洛森買個雞塊 指附一下 在東京代購啊 其實 要是要搶時間啦 因為這邊就是 店雖然說開得早 可是也很早就關了 很多都是晚上7點 或8點 就打烊了 現在也差不多休息夠了 那我們就前往下一站 我們去SOP NET吧 剛剛差點忘了 對齁 我們那邊會有單 要不然就直接給他經過了 不是 因為我有SOP NET跟Card Heart聯名的單 所以剛經過Card Heart的時候想說進去看一下 沒想到竟然還有貨 現在趕快趕快趕去SOP NET 因為你看 今天才跑幾間而已 已經天黑了 SOP NET真的超遠 路上有看到BAT PIECE 因為我還有BAT PIECE的單 所以趕快進去吧 都做完了 就快到了 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 開進去囉 就算買到要的了 可是還是有缺 明天再去營作了 明天再去營作了 距離 明天再繼續啦 我發現 一邊連線 一邊拍Youtube影片 真的很累 把自己倒死了 這麼晚店都關了 只能拿來看超商 每次來做代購都沒有時間吃晚餐 最後都只能吃便利超商 拿來飯店吃了 辛苦了一整天 終於要開始吃我們的第一餐啦 到隔天啦 我們今天繼續去把 昨天剩下單給買完 現在我們在營作 剛從板機買貨出來 在板機這邊 買Level Who 可以退稅喔 接下來我們就是藤原號的便利店囉 現在我身後這邊啦 雖然看似是一個公園 可是下面 下面就是藤原號他所開的便利店 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在這邊就遇到鐵原號本人 其實還蠻幸運的 不過因為他在工作 然後旁邊都還蠻多人圍著他 因此我就 也不好意思去跟他合照 畢竟人家在工作嘛 走到我們現在就直接先下去看 剛剛那個店員人很好 看到我拿照相機 然後就跟我說 我其實可以錄影 我也可以拍照 那所以我就買了一些東西 因為實在不知道要買什麼 所以我就買了 這個 就是我平常也會吃這種雞汁的脆麵 然後前陣子就是有看一些網路上很多代購都要代購這個東西 他這個一個才450日幣 裡面有6包 應該蠻好吃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趕快再前往下一站 我現在要去的是 金沙6 那邊也還有一些店 然後還有一些單也是要在那家店買 然後想說都在銀座買 就去那邊看看囉 剛從金沙6出來 結果沒有貨 為了這個東西 跑了三天 因為這個客人很早就跟我講 我就覺得一定要幫他買到 等於今天還是白跑了 既然都來銀座了 然後我們就來DSM逛一下囉 看一下有沒有什麼好買的 剛從DSM出來 也是一樣沒買什麼東西 他現在只能先趕快往去中暮黑 因為我還有一件的單 雖然說我跟我老婆我們兩個人過去這樣來回的車 所以不要把他算 而且還不知道有沒有貨 但畢竟接了單嘛 我覺得就使命幣的啊 Let's go 好 路過街邊的花店 我也要破廢了 又有訊息來 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 Double Tapes 好啦反正我們可能晚點也會去射谷 我們先到中暮黑啦 因為剛其實也買了不少東西 所以我就已經先寄放在車站的櫃子裡 我們趕快要去DCDT 藝術車站走過來之後 這裡就是很有名的暮黑川 櫻花季的時候啊 這裡都是櫻花喔 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夜鷹 美到爆炸 如果我們等一下去啊 沒有貨怎麼辦 就吃拉麵啊 就當作是來這裡走一走嘛 對啊 好吧 有時候你會不會覺得啊 我對客人的堅持 很笨 很煩 很討厭 因為我就覺得我已經接了單了 我就覺得我是要買到啦 畢竟客人都在等 但是這種的堅持 有時候真的會讓自己造成很多困擾 所以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就是說探望多少 我兩個人專家 兩個人專家走來這裡 不過幸好走暮黑這一區 其實走起來蠻悠閒的啦 當作是散步也不錯 我有發現到一個蠻好玩的事情就是 日文的謝謝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這裡的服務業的這邊的店員啊 或者是 就是你跟他結帳買完東西的時候 他不是都會跟你說謝謝嗎 這個 特別大聲 所以就好像說死越大聲 越有禮貌的感覺 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下次如果你們有來日本的話 你們可以稍微聽一下店員 好啦我們終於走到了 在DCDP有收穫 可是因為他們這裡啊 他們不會附袋子 袋子的話是要離開公平的環保袋 不過因為我是想環保袋買太多了 那這次剛好我的包包比較空 那所以我現在就是要把東西 全部放到包包裡面 在他們的這間店的旁邊樓梯可以上去 他們的二樓就是專門做展示會的地方 比方說如果現在是19年秋冬 那他們展示會的時候就是2020春夏 他們就會放在上面 這股車站這邊啊 每天都很多人 我們現在先前往GIP 因為剛剛不是有臨時借到的單嗎 我們現在趕快先過去 之後再從Nebelwood Supreme那邊 然後到去Better 既然賣完了 昨天還有的說 不過我剛剛又突然要接到 一個Neverhood新的訂單 正好等下會經過 我們趕快過去好了 真的很累啊 哇 買到了 突然想到 哇還有一個單 是在變職了 正好就在前面 沒有過 趕快去Better拍吧 剛剛所見了 沒有想到來這裡 現在還能拍到這三個 難得來東京 還能推稅 當然要買個家 因為我平常就 對我們在收藏 我變得滑板的習慣 這樣加上這三個 已經完全一整套了 終於最後一站也跑完啦 這樣子 算是把單都結束了 然後還有一些 真的太遠了 沒有辦法去 時間真的不夠 接下來還有 就是要幫我家人買藥妝了 那就先這樣囉 我現在還要去 那邊 還是要去 還是要去 我現在還要去 你們 那邊 大家对连线的过程应该都会感到非常好奇 所以这一次我们一样也是用影片的方式 来跟各位做分享 这当中其实还有一些过程没有拍到 因为时间是有点赶 而且实在是来不及 不过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了 日本的店家很早就打烊了 所以都只能一直的赶路 一直抢时间 我甚至会不想要浪费时间在吃饭上面 一心只想赶紧帮客人把单买起 也经常一边赶路的时候 讯息一边一直来 裤子就会一边一直震动 所以才都会比较慢回 因为一直都在赶路 只能利用搭电车的时间 或者是喝水休息的时候 赶紧回复你们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准确的告知我说 你要什么的话 这样子效率会更高 才不会我回你的时候 你正好也不在线上 那这样子就错过了 因为我们会为了赶路 在早上出门之前 就会先把今天的行程 以及路线规划好 因此如果错过了 实在是很难再特地走回去 只能看看隔天 会不会再到 你想要买的东西的那个区域了 这次一边拍影片一边连线 根本就是让自己忙上加忙 真的快搞死自己了 这次只拍了其中两天的部分 你可能会问说 连线是不是真的很辛苦 其实说辛苦也还蛮好玩的啦 因为有时候会为了找新的店 而认识到了新的地方 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连线分享 很谢谢你们看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拜托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虽然说这个是老梗 不过好像拍YouTube影片的人 都会讲这句话 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阿萱 我们下次再见 拜 做代购就已经有够累了 现在还要等老公拍影片 哈哈哈哈